主席 毛院长 我们财经部会的首长先进 大家午安 主席在我请教院长之前 今天是4月7号 我想简单的 针对郑南荣先生的牺牲奉献 在借这个国会的殿堂 留下这个历史的一个记录 因为在上一次 本席在内政委员会 请毛院长能够支持 定4月7号为言论自由日 我想放在人内的历史上 能够为了一个信仰 而且是不伤害其他任何人的信仰 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 绝对的自由 能够这样的牺牲自己 我想放在人内历史上 都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崇高的 这实在是一个夸党派的事情 每年的4月7号 我也都一样跑到金宝山 这个郑南荣先生的 这样的一个纪念仪式来参加 我刚刚从那边赶回来 我在这边还是希望 一方面我们整个国家 社会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教训 这样的一个事件 获得这样的一个教训 向郑南荣先生表达最高的敬意 让子孙能够了解 自由不是平天而降的 民族也是不断的奋斗而来的 这一点我们再度谢谢郑南荣先生 也希望朝野各界 社会各界能够支持 把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法案 主席谢谢你 那主席 我就先请教这个毛 毛院长 请毛院长 还有我们张部长 张盛口部长 请张部长 林委員好 院长 部长好 委员好 谢谢 这个院长 下个年度的总预算 我们编多少 我们现在还在 筹编过程当中 大概预计是多少 我想我现在讲不出来 那就是以今年度的预算 今年度预算是多少 今年度预算有 就去年 接近两兆 必要的说主席长可以 接近两兆 多少 一兆九千多万 一兆九千多亿 接近两兆 一兆九千多亿 那税入是多少 税入这个部长就知道了 税入就一兆二 一兆三这样 所以我们预计要举债多少 今年 今年如果连 连还本 我记忆是在财委会 我们记得但是两千多亿 六百六十亿的话大概就两千 两千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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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院长 几乎全世界都在追讨这个税金 我想在于这个 这个皮克里的这本书 他也到台湾来演讲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乱书里面 我当时我在念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要开征这个全球性的 这个 这个累进税 这本税 这本利得税 但是 这本来好像是天方夜谈 在自从美国的肥卡条款 肥卡条款 我们大家都说不就熟了 而且真的是翻译得非常好 就所有 这个美国的 拥有美国籍 美国的绿卡 相关的美国人士 因为总是受到国家的保护 所以他希望追这样的一个税款 类似这样的事情 美国做了之后 2000年 2010年 他们的国会提出这个方案 现在2014已经渐渐的开始要实施 7月1号已经实施了 部长 这个已经7月1号实施了 我们当然是金管会 金管会 这个 谢谢郑主委 但是 除了美国之外 这个重点是在欧洲 OECD也分别在几个 从1988年 他们就已经开始提出了 叫做租税行政付出公约 1988年 税务行政付出公约 再往前一点 还不要那么紧 那在2011年的6月 他们为了要加强 这个公约的执行力 继续征修这个条文 具体要求他们的会员国 包括资讯交换 税务资讯的交换 协助征收税款 以及协助将相关的公文书 送到纳税议委 目前已经84个国家或者地区 签署了这个公约 那包括后面 他继续签署 这个多边主管的这个机关的协定 以及在2014年 就在今年 今年的10月 他通过这个协定之后 在11月继续通过 金融账户 账户 税务资讯 自动交换准则 我们还清楚 张部长或者是曾祖伟 有没有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有 他们今年9月也要发布 所有BPS 就是说 税机侵蚀相关的公约 那OECD这个公约 大概只对会员国有约束力 我们不是会员国 不过我们如果要国际化 看起来是非遵守不可 好 非常好 那下一张 再下一张 这个我先用 陈冲前院长的这个文章 我想这个不只是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前院长 陈院长 也是一样 那我先请教 曾祖伟 陈院长这篇 老长官的文章 你应该看过吧 看过 他特别提到 在里面有所谓的 模式一模式二 对不对 model one model two 那一般的国家 90%以上的国家 都采取 模式一 对不对 那我国为什么采取模式二 跟委员报告 当时在演议的时候 因为我们跟美国 没有签署租税协定 所以经过审慎评估之后 我们的采行 现行的规定 那另外跟委员报告 现在已经有113个国家 签署后的事同签署 那现在已经达成共识 基本上 6月底前会签署完成 好 谢谢 那个 就和这个有关系的 其实 当然日本也是这样 但是因为日本和美国 有这个叫做税务的资讯的交换协定 所以他不一定要采取模式一 对 那我们理论上是应该要 包括前院长 陈院长都是认为应该要 所谓的税务外交 这个租税协定 那个张部长 和我们前有这个租税协定的国家 现在有几个 现在有28国 有28个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 以我们第18位的经济体 以我国的这个经贸的实力 理论上 不应该这么少 这么少的国家 他们签署这个租税协定 你同意吗 我同意 所以这个地方 而且欧一系列这个 刚刚所讲的这些公约 以及后面的协定 他们都翻领我国来加入 所以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加入 还是争取加入 来 对双方互惠 委员是问OECD 还是问美国的 OECD 美国我们已经和他就 就已经有这个协定的默契了 等OECD公布了以后 我们再看看 如果他只有是 资讯交换而已 那我们再来考虑 因为我们要的是 全面性的租税协定 那当然 不只是这样 那因为彼此的 以我国的经济实力 我国的投资人 到日本去买房地产 到捷克去买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castle 对不对 都有这样的事情 都有这样相关的投资 所以 我们是在金山 在做去吃 我对某一个财经首长讲 这句话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我国的国力不是那么小啊 我们老是非常的自卑不对 所以包括这样的税 如果我们能够 人家都这么主动啊 初期大家都觉得 这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 因为全世界发生 这样的现象 全世界的财富不均 造成这样 类似的阿拉伯之村 这个对 这已经不是一个 国家的事情 这已经国际的事情 所以财富不均的事情 除了本国努力之外 全世界也要一起努力 所以这么多的国家地区 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院长 我认为这个 是我们应该值得努力的方向 这样彼此交换 这个税务的资讯 彼此来签注税协定 彼此协助来课税 纳税是国美的义务啊 李倩荣这件事情 当然造成这个 阿帕奇这个是另外一个 但是我看到检察官啊 就他本身 他是一个老百姓啊 他叫做无罪请回啊 我当时吓了一跳 但是逃税的事情 比这个严重多了 逃税军官 妨碍了军纪 这我等一下再来 请教这个陈副部长 我先再跳回来这件事情 就这个事情 纳税两千多亿 以我国在外面的资金 多少兆 如果大家不逃税 大家诚实纳税的话 这两千多亿 对我国预算不是问题 部长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就是自宪的掌握 对 你同意吗 好再下一张 所以 曾主委 第一项 你刚刚已经同意 就是陈冲前院长的讲法 第二个部分 我请 那个张部长和曾主委 也都针对前院长的这样的 他还是认为也是一样的 不应该用金管会 这当然不是两位部长的责任 这样的一个涉外事务是院长总统的事情 我请院长能够重新针对这件事件 这一方面是对整个国家税务的行政 一方面也是要争取签署 租税协定 也是一个税务外交 所谓的租税外交的一个一环 这彼此有利的事情 是一毛有求于我们 他有求于我们 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应该努力争取的一个方向 两位部长是不是同意这样 报委员跟美国要签诸税协定 我们有努力争取 不过有遇到一些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哪一点 就是他是用国内法 如果他签诸税协定 要他的生效要经过国内的法律的生效程序 他们认为有困难 他们的国内法 相关的这个 我讲没有时间了 这个美国关系法 也就是这样定下来了 当然行政部门你不想定啊 要不是我透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说 几十年的盟友你就这样放弃掉了 这样那个道德压力 让国会与舆论也支持我们 怎么可能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呢 所以努力啦 我一直都说努力啦 好不好 再先第一点 我认为这件事情 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 都加入了这个协定 我们没有理由说 就像陈院长他再回去一下吧 那个题目 利用肥卡 这个当然不是好事 他是用反风的方式 来勉励我们自己 然后要用这个优势呢 我们怎么不会用这个优势呢 好不好 我想这是第一点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这个再先下一张 财经手段都在这里 那个 我个的金融账 这个曾主委先讲 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个数字 是不是事实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去年2014年 流出去的 我个的金融账 有530亿美金 各位报告 基本上是正确 但跟你报告 因为我们 在经常账顺差 所以资本上 资本上有逆差 基本上这是在 每个国家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我了解 但我们当然比如说 张布朗伯先请回座好了 不好意思 待会有税务的部分再继续 报告 报告李委员 经常账顺差 就是说 你卖的你买的多 所以你的债权 就比债务多 那有净债权呢 这个债权 不是中央洋持有 只是明年持有 所以明年持有 国外资产增加的话 就是经常账流失 这是凡是有经常账顺差的国家 他民间的资本 一定是流出去的 这是必然的现象 我可以了解 就像好像我们的 很大的一些 这个台积电啊 日夜光啊 外资甚至都占到三分之后 超过六千 的这样的投资 我们 他们又进来 我们有出去 对不对 这重点就是说 民间在认为说 我们最近的这个相关 譬如说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的盈与 两千多亿 外资分到大概 大概九百多亿 九百多亿 他只要纳税 四分之一 结果我国大概 我国的内资 本国的资本 大概投资 然后占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小于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或 分配的股利 两百六十六亿 但是要交一半的税金 这样的一个事情 导致这么多资金 外流出去 那总裁你有不同的看法 OK 向委员报告 因为外资是采取分离课税 那美国的投资两人 就抓住中和首都在课税 所以两个税率是不一样的 我了解 就是这样一个部分 外资 在哪一个国家 大部分都是 对外资会比较 税都会比较宽松一点 这是合理吗 西方外资 但是说外资和本资的税 的差距 不要差太多 就是说和外国能够有compatible 这一点 郑作为 你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基本上税务的部分 我们尊重财政部的权责 但是基本上 有关 也跟委员报 有关资本市场的交易的相关成本的部分 今晚会也正委托中研院在做整体的研究 研究完之后 会再跟财政部做商量 好谢谢 那总裁我想先这样好了 谢谢你 因为没有时间 我想亚投行就不再请教你了 我想这个重点在这里 外资的税则一定是比较轻 就全世界都一样 但是本国的税 和外资之间的这个差距 这个gap 就像我们在定相关的税则 都要compatible 我想这个财政部 在财政委员会再另外来处理 我想另外就是说 就这个不动产证券化的部分 那个院长 我认为过去这几年 曾主委在这个相关的法令的松绑 我个人非常的肯定 我希望在不动产证券化这方面 好像相对其他国家 看久 我希望这一块也能够补强 好不好 谢谢 好谢谢 那郑主委先请回座 主席 我说请一下那个陈永康副部长 请国防部副部长 时间可以 请不吝点赞 部长 部长你好 这个刚刚我听到 你就这个apache这件事件 这个军官大不能这样做 军官大不能这样做 这非常清楚 这危机 除了这个事件本身之外 现在就在 在惩处的时候 惩处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